來到了上半關島隊的進攻 李承鋒說20球之內 不過現在看起來又讓他繼續投了 已經投27球了 繼續投是比較安全一點 因為你車輪戰的話 萬一出現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三分很快 一下又不見 除非說你分數再拉開比較大的話 就比較好一點 這次比賽還有澳洲和紐西蘭 身材都不錯 還有菲律賓 安慰的規定 投21球到35球至少要隔一天 現在不是隔場的 是算天數的這樣比較精確 對 休息時間比較正確 對 這個球又是打者會幫落空 完成這個三陣已經投出了7次三陣了 事實上出局數都是三陣 沒錯 那就是一個二連安打 對 這個7球 困擋關島隊的打者 讓關島的打者 現在七個出局數通通都是三陣 分到第九棒的艾羅米 成功是中華隊的王牌投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林俊恩 第三棒的 也是主陣投手 又是好球 好球率很高 整理一下打擊區的圖 摸到球皮了 打成界外 沒有被三球干陣 不錯了 只有141公分高而已 這個打者 泰羅米 不過重量還夠了 結果這個慢的揮棒落空 又是一K 把他刺三陣 關島隊第一輪打完 有一隻二連安打 後來是 殘壘在三壘 好球 這邊我就投著金城 兩出局 第一棒小籃籃 這邊有警示 警示聲音出來 好球 這個球三壘沒有接到 傳出去 到了二壘 二壘安打 三壘防線的一個車步邊的二壘安打 這個直覺還打得滿好的 看那一手也是守得很淺 不過剛剛那個警示聲音呢 就是投36球 休休兩天 以上到50球 是要休息兩天了 就是跟 教練啊 投手說 你這邊呢 接下來就是要休息兩天之後 才能夠再上場了 記錄主也會記這個球數 然後會 注意他是第幾天出賽 打結輪到的是關島隊的第二棒 沙拉斯 上一次打擊是 三球背三卷 慢的就是 很難掌握齁 對 現在是關島隊對這個 曲球沒有皮條 真的 曲球的話 擊中的話 殺傷力會比較大一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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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結果變化球 這次沒有揮棒 但還是進不到好球 但也遭到了三陣 三球上半關島隊 有一支二壘安打 那一支沒有得分 0比3 3分落後